韩剧看多了之后啊 我告诉你就没办法结婚了 你知道吗 就找不到对象了 女一号长相平平 身材平平 学历平平 背景平平 但是男一号身材又好 高富帅 学历又高 霸道的总裁 全天下的女人都看不到 只看到女一号 然后男二号也是家境好 身材好 学历高 什么都好 男一号男二号拼命地爱一个 长相平平 身材平平 学历平平的女一号 为了衬托女一号的幸福 还要打造一个女二号 女二号背景好 家境好 学历高 身材好 什么都好 但是男一号和男二号 就像瞎了一样 看不到 偏偏就是喜欢这个女一号 你知道为什么韩剧要这么拍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是女一号 什么意思 就不符合逻辑嘛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女一号 所以我们就渴望 我们身材平平 相貌平平 啥都平平 但是我们还能遇到高富帅 既是好看的皮囊 又是有趣的灵魂 关键还对你专一 你看 就是韩剧看多了之后 我告诉你就没办法结婚了 你知道吗 就找不到对象了 还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 剩下来 她并不是因为她不够好 你问她你要找个什么样子 她跟你说 不知道感觉 妈呀 感觉是个啥感觉 那我问你 你对一米五的 有没有感觉吗 没有 你对月收入三千 有没有感觉吗 没有 对吧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标准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做情感咨询 你做哪类人群的情感咨询 太重要了 你跟一个二十岁的人 教她怎么谈恋爱 你教啊 要了她也不买单呢 她说我去实践呢 多恋几次不就完了吗 你跟她讲 怎么识别渣男 她说人生不识别几个渣男 怎么能够成就 我的成就呢 是不是 所以你明白没有 今天你虽然在讲 情感类账号 我在提醒你一件事 你到底赚谁的钱 所以你们知道 在情感类目当中 谁的钱最好赚吗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是剩女多 对不对 但实际上 中国是男性比女性多 那为什么你会发现 你身边越来越多 优秀的女孩子 是剩下来的 而且发明了一个 非常不友好的词 叫剩女 好难听啊 虽然说 女孩子的经济独立了 女孩子赚到钱了 就另一半的要求变高了 但是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 它还是没有变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 A男找B女 B男找B女 B男找D女 最后就剩下了 A女和D男 所以A女呢 她灵面剩着 她也不去找D男 那你做谁的生意呢 B女的生意不需要你做 因为B女都被A男抢完了 对不对 你做D女的生意 这颗产品怕有点不太好卖吧 那你做谁的生意 你做D男 那你更子惨了 D男在哪里 D男都在三次线城市 所以很多是城市 是剩下的优秀女孩很多 农村和三次线城市 是剩下的男生比较多 但这两类人群 根本无法匹配 所以你看你这个婚恋市场 所以你今天怎么切人群 实际上你应该 做有钱女人的生意 理解了吗 我告诉你哈 我原来的团队的一个小伙伴 然后从我们公司离职之后呢 他去找婚恋网去了 他跟我讲 他说张老师你知道吗 很多富佛花200万来找男朋友 我告诉你 这个直接决定了 你输出的内容 所以你要针对什么 你针对的是有钱女人 怎么样找到优质对象 这一类人群 其实谈恋爱是蛮难的 男孩子特别优秀 他不难找 如果他不找呢 他肯定不是不想找的原因 对吧 他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那所以说有钱的女孩子 要不是职业女性 独立女性 收入很高 要不呢 就是创业者 要不呢 就是离了婚 但是呢 收入还不错 所以呢 你要针对这一类人群 来输出内容 我觉得你还要非常的 知道怎么去输出 不能太讨好他们 太讨好他们 他们不会买单 但是你也不能太刺激他们 刺激他们 他们就不买单 所以人家的轩辕是什么 我之所以剩下 并不是因为我剩下 是因为我要坚持 嫁给爱情 所以这些东西 你是要去通过你的内容输出 要让他们有正确的爱情观 要让他们知道 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 所以婚姻爱情只占一个部分 可能只占30% 另外70%是匹配 经济基础的匹配 价值观的匹配 所以婚姻是选择人生合伙人 婚姻是选择在人生的路上 遇到风雨 遇到坎坷 这个人会跟你风险共担 会跟你共同去面对人生的风雨 所以你看 这个不是说你今天找感觉 所以很多优秀的女孩子 她不是嫁不掉 她真的就是活在诗和远方 看韩剧看多了 她不知道寻找婚姻的另一半 其实你会发现 20岁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好看的 30岁我们也喜欢好看的 40岁我们其实都喜欢好看的 但是我们知道 好看的不一定好用 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 其实人生成熟的一种变化 你其实要教到这些女孩子 要懂得 要会看什么样的男孩子是潜力 什么样的男孩子品质很高 不是人人都是领志领 对吧 到了这个年纪 还可以嫁得很好 你这个话的语言 你要修炼 然后讲故事去讲 也不是人人都是周迅 每谈一段恋爱 都可以只谈恋爱 每个人群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因为我不是情感导师 但是我是提醒你 就是你讲这个内容 你不能太讨好他们 太讨好他们 他们就说单身很好 他们不找了 你也不能太打击他们 你太打击他们 他们就说我都这样了 也不找了 所以你这个度要怎么把握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 关于情感这个市场上 其实空间很大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人赚到了钱 就想获得更多的爱 其实人赚更多的钱 也是想获得更多的认可和爱 所以对爱和被爱的追求 是人类底层的很深的追求 所以你这个有机会 但是我提醒你的就是 大龄单身 收入很高的优质女青年 他们之所以剩下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 是因为他们要嫁给爱情 但是爱情是什么 你得告诉他 OK 好吧 年轻人你跟他讲脱单 他说我只想脱贫 所以到底谁想脱单 大龄单身女性 他们的钱要好赚 我原来我一个员工 从公司离开之后 他就去搞婚戒了 他说张老师 我们那个群里边 有好多的富婆 花两百万 花一百万 成为我们的会员 就是为了找个靠谱的男朋友 所以就是这样啊 社会的评价就是这样 男人有钱了 别人不会问你 怎么兼顾事业和家庭 好像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女人有钱了 成功了 你再成功 大家都觉得 你的成功都是假的 你只要没嫁出去 你晚上肯定空虚寂寞了 这种社会影响 他总是感觉 哎呀 我可能还是要嫁掉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你要理解 中国现在在发展 但是文化呢 我们还在不断地进步嘛 但是现在基本上 社会的认知还是这样 A男找B女 B男找C女 C男找D女 剩下的就是A女和D男 A女宁愿胜着 她也不会去找D男 那我问你 你是做A女的生意 还是做D男的生意 你千万不要做D男的生意 你知道吗 D男没钱 所以你看什么叫渣男 渣男就是给你花时间 他不花钱 现在女孩子很清醒啊 你绝对不能做D男的生意 你只能做A女的生意 你要赚A女的权 A女的权也不好赚 你输出的内容要高位 要吸引她 你讲女性成长也好 讲女性情感问题也好 可是A女要找谁呢 A男都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找谁呢 A男离了婚 会不会成为一个选择 或者B男 就是我们说 男人挣钱挣得没有你多 但是情绪稳定 人品很好 愿意做你的大后方 这件事情也可以 我的观念很简单 我觉得社会发展的 一定是多元化的选择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真的不要搞性别对立 女人的解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男人的解放 各位 如果你们支持女性解放 你们支持女性去成长 去独立 去赚钱 那么对你的孩子 教育也是一个支持 你知道中产阶级破产三件套 第一高额的房贷 第二老婆不散班 再加上孩子要上国际学校 中产阶级破产三件套 所以找个貌美如花的老婆 不如找个能够和你一起 赚钱养家的老婆 改变男人的想法 同时呢 女孩子你也要跟他讲 女孩子 你也不要老是想着 一定要目强 强的大佬 他的选择面很多 你不如找一个 势均力敌的 相互成长的 那个对你来说 婚姻可能更容易幸 所以甚至还有什么呢 收入好的 经济好的 保养好的姐姐们 你们也可以找弟弟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可以找弟弟呢 这两年的姐弟恋 也是多元化选择 所以我们不要有 性别的刻板印象 不要看到女人赚到钱 就说人家女强人 晚上空虚寂寞的 人家的幸福 你不懂 对吧 不要看到男人在家里 煮饭 当全职奶爸 就说人家软饭奶 人家也是牺牲的事业 支持老婆的工作 挺好 那个七威的老公 叫李承宪 对不对 人家这个奶爸 当的全网 大家都很喜欢 你要讲这些东西 讲正确的婚姻观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能够卖会员赚钱了 今年冬天 有一件事情特别火 君大衣卖爆了 对吧 然后00后说 不是我们不买羽绒服 是君大衣的性价比更高 反消费主义浪潮 00后开始买童装 他们说同样的质地 同样的品牌 童装比成年人的衣服便宜 去抢孩子的衣服 然后他们跑到小区 和老人抢食堂 食堂的价格好便宜 所以他们拒绝高消费 然后还有00后 居然跑到养老院去排队 说我可不可以提前来养老院 各位你们今天看到00后 所有的行为 你们觉得不可思议 各位在我们的邻国发展 比我们早几年的那个国家 日本是不是早就有人 写过一本书叫 低欲望社会 人口红利下降 年轻人不谈恋爱 不结婚 不生孩子 然后年轻人选择躺平 选择低欲望 房价从一个高位跌下来 日本发展的比我们早几年 所以日本经历过的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的有些群体当中 正在境遇 还有人说 身边养宠的人越来越多了 宠物经济背后是单身经济 孤独经济 陪伴经济 和情绪经济 你现在年轻人 是不是养猫的人 越来越多 下班之后拒绝社交 拒绝KTV 拒绝团建 绝对不陪老板 我要回去陪我们家猫 这不就是00后吗 00后来面试的时候 跟你说 有没有团建 有团建不来 下班不要找我 自动关机 所以70后老板在哪里 我在哪里 80后老板在哪里 跟老板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要自我的空间 90后 我就是老板 70后请假 是因为父母不舒服 80后请假 是因为孩子不舒服 90后请假 是自己不舒服 00后请假 我看你不舒服 所以他们从来不讨好世界 他们从来不讨好他人 他们从来不关注 他以外的世界 他们都开始断清了 你知道吗 你带你们家00后回去 回到你们那个镇 回到你们的家乡 七大一八大姑 他从来不接 断清 他不但断清 他都想跟你断 回到家之后 戴上耳机 钻到房间 人都找不到 两三点钟再点外卖 你们家是不是有同款00后啊 他们极度的自我是吧 他们自嘲 他们自黑 他们反消费主义 其实这些东西 在一些发达国家 早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为什么 今天我们会觉得 这个东西新鲜呢 它不新鲜 你看欧洲是不是现在在躺平吧 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达到一定阶段之后 它会重现出新的模式出来 所以欧美的一些产品服务模式 到了日韩 到了一些亚洲的发达国家 然后再到我们的东南沿海 到长三角 珠三角 然后再到内地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 所以你要有时间观 1978年 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打开国门 要跟全世界人做生意 那个时候 欧美人对我们 是怀疑态度 再看中国搞市场经济 搞改革开放 到底能搞多久 行不行啊 他们持光望态度 你知道全世界人 谁最早跑到中国 来和我们做生意 是日本人 所以日本用它的技术 用它的管理 用它的资金 换我们便宜的地价 劳动力和广袤的市场 所以日本成为了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 和中国市场 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看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父母喜欢看日剧 他们喜欢的偶像叫高仓剑 还有山口百会 我们小时候有个 Sony的Workman 哇我们觉得好转 丰田汽车 迈向全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看东南亚国家 我们看那些 一带一路的国家 像不像40年前 发展国家看我们 所以你会在想说 那个地方的市场稳定吗 政策稳定吗 有没有机会 各位我到马来西亚 基东坡去讲课 我到全世界去讲课 我都要去全世界的 CBD去看一看 我会发现 不管在基东坡 在新加坡 在纽约 还是在上海 在深圳 只要你去这个城市的CBD 这个城市的CBD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全世界越来越像 CBD的一楼 几乎都是欧美的大品牌 所以欧美国家 依然在产业链的顶端 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 一个事实 但是你走到二楼 你就会发现 零零散散的中国品牌 OPPO WIVO 小米 华为 走到三楼 我居然看到了 太二穿在鱼 看到了霸王茶几 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 这两年通过品牌出海 拿到了巨大结构 霸王茶几 从成立到现在 不过几年时间 海外已经开了 几百家上千家门店 你们看不上的 蜜雪冰城 在印尼成为了 网红饮料 在印尼几千家门店 是新式茶饮第一品牌 你们觉得的名创优品 你们感觉 哎呀 他的这个价格好像也不太贵啊 好像你们都觉得这个品牌 不是一个什么高端品牌 不好意思 名创优品的叶国富 也是我的朋友 他在海外的整个布局 可以说这几年做的风生水起 所以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 品牌出海的机会 国内卷不动 我们去卷国外 所以把中国产品 中国模式 中国服务 把中国内地很卷的商业模式 搬到马来西亚激动坡 就是一次降维打击 所以今天我们提到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品牌出海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现在的中国 不是40年前的中国 不可以同日而语 中国的发展模式 可不可以在发展中国家 再走一点 OPPO的东南亚的代理商跟我讲 他说他们的老板就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去发展中国家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都没有被满足 衣食住心的需求 到处是空白 这是一个时间长 所以你说趋势这个东西 它能不能去抓到一些规律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历史不会重复 但是历史会压抑 时光穿梭机理论 未来一直都在 只不过历史分布不均 发达国家经历过的 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 所以同学们 我们要读完卷书 我们要行完理路 我们要去见高人 听高招或高见 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些思考模式 年轻人不买车 不买房 不谈恋爱 不结婚 不生娃 他们钱花哪了 花在自己开心上 00后是一帮 史上称为最难割的韭菜 00后认为 60后70后 你们掌握了资源 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很难拿到你们这样的结果 80后真惨 莫名其妙成了 车奴 房奴 海奴 90后你们执迷不悟 掏空家里所有的钱 去在北上广卖房子 00后突然想明白 我们才不买房 我们就等 等你们死 房子都是我们的 各位 所以你知道 00后为什么而消费吗 00后为情绪而消费 00后为喜欢而消费 00后为月季而消费 经济周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原来人家是怎么说 消费市场 第一名是孩子 第二名是女人 第三名是狗 第四名是男人 对吧 所以网上有博主说 男人的消费力 连狗都不如 不好意思 2023年荡然无存 男性经济在崛起 男人不再为女人买单了 男人不取悦女人了 舔狗经济崩塌 你们知道吗 就是在 七夕节 五二零这样的一些节日 直播间里面 评论区是这么说的 给你的女朋友买个礼物吧 给小姐姐送个礼物吧 评论区是怎么说 凭什么要给她买 我给自己游戏冲个卡 不好吗 我请兄弟吃饭 他们都觉得我是大哥 我请他们吃饭 他们还觉得我抠门 太可怕了 原来是女性不取悦男性 现在男性也难得取悦女性 他们取悦谁 他们取悦自己 知道什么叫悦己吗 他们经常买一些有趣好玩 但是没有用的东西 太有意思了 上次呢 我和我的姐姐妹妹 我们一起在深圳逛街 我们看到一个林林后 背了一个包 那个包非常的大 那个包里面放着一个玩偶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玩偶背着 在你看来那是他玩偶 在他看来那是他的家人 理解吧 所以你现在理解不了 像泡泡马特 为什么会火成这样 一个手办 对吧 千亿估值 然后你吐槽林林后 你们这帮人玩物丧志 林林后说 你收藏普尔茶 就不是玩物丧志 对吧 我们收藏手办 就是玩物丧志 一样的 所以经济不好的时候 有一种东西叫口红经济 对不对 年轻人不买车 不买房 不谈恋爱 不结婚 不生娃 他们钱花哪了 花在自己开心上 所以他们是这么想 你们知道年轻人 为什么选择躺平吗 去年的2023年 整个寺庙经济 高速增长 一半以上 全是年轻人 年轻人在上学和上进之间 选择了上香 在求人和求己之间 选择了求佛 然后在改变命运之间 他们选择了买彩票 所以对于年轻人的消费 你要重新讲一个新的故事 他们反消费主题 所以今年的军大衣火了 对不对 不是我买不起羽绒服 是军大衣的性价比更高 你用那些奢侈品来定义我 根本就不理你那一套 00后还去抢铜装 他们说铜装 同样的质地性价比更高 他们还去跟老年人 去抢社区食堂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00后是一方 史上称为最难割的韭菜 未来是眼球经济 谁能抢夺用户的眼球 谁就掌握了商业的话语权 各位世界上 所有的消费品 只有两种 一种消费品 叫经营用户的时间 一种消费品 叫经营用户的空间 当物质短缺的时候 我们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 是填满用户的空间 电视机 电冰箱 橱柜 衣柜 衣服 当产能够 现在今天拼的是 谁能够抢占用户的时间 你要不能帮用户节约时间 要不能帮用户 度过一段美好的时间 比如说外卖 家政服务 是帮你节约时间 短视频 小说 电子游戏 是帮你耗时间 所以今天你买大米 你可以在哪里买 加勒福 沃尔玛买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 东方直播间去买呢 因为他让你度过了一段 愉快的时间 你以为他在卖农产品 结果他在卖诗和远方 所以很多人愿意 早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刷着牙 洗着脸 听着新东方在那 讲着英语 背着诗词 顺便带下后 所以我们有一个话叫 终局思维 在未来商业当中的终局是什么 我们从传统商业 到现代商业 未来进入了智能商业 大数据商业 这场商业争夺的终局 自始自终都没有变 就是对人的争夺 对人时间和空间的争夺 今天产品是过剩的 竞争是同质化的 你是客户的第一选择吗 不是 你是客户的唯一选择吗 也不是 未来是眼球经济 谁能抢夺用户的眼球 抢夺用户的注意力 谁能占领用户的心智资源 谁就掌握了商业的话语权 现在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 因为女性越来越独立 言来无非就是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女人靠着男人没办法 生存模式决定行为模式 老子忍你 现在呢老子不忍你 我也挣钱 我也工作 我的收入它比你高 听什么我要给你洗臭 看你脸色 过节了 你是独生子女 我也是独生子女 听什么我要去你家过节 所以你看 女性对婚姻的期待变得更高了 不仅仅是让男人你挣钱回来 你还得爱我 得关心我 得尊重我 各位女同胞 对还是不对 对 可是男人的 可是男人的想法 还停留在几百年前 你知道吧 男人选择老婆对吧 20岁喜欢20岁的 50岁喜欢20岁的 60岁还是喜欢20岁的 82岁还是要起28岁的 就男人几百年以来 择偶的标准 都没有发生变化 就叫白富美 又嫩又美 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个再见吧 爱人里面 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女人都想离婚 他们男人都不想离 因为从长期的 这个婚姻制度上来说的话 客观和理智点 结婚这件事情 男生的利益 比女生大得多得多 因为结了婚 对男人没有任何影响 什么都不用干 对吧 而且还有人伺候你 男人真没有进步 可是女人 对另一半的要求变高了 其实这是女性的一种进步 可是男人要同比起来 所以聪明的男人 看懂了这个社会 特别会取悦女人 你会发现 马云会不会取悦女人 淘宝是靠谁做起来的 对吧 你们这帮败家的娘们 是不是 所以马云 你看到哪里演讲 他都喜欢取悦女人 他是聪明的男人 马云说下辈子 我一定要做女人 我要打扮得漂亮亮的 我要做妈妈 生一堆的孩子 下面有网友评论 特别搞笑 就你那样 有男人娶你做老婆吗 特别有意思啊 我也点了个赞 所以很多男性企业家 我们到南通去做一个项目 他是做洗户用品的 原来是做家庭洗户 现在他针对于 女性的私密洗户 他做这个产品 我说你的大老爷们 做女性私密洗户 你要理解什么叫他经济 理解什么叫女性经济 所以你如何把这个关爱 把它做到极致 你如何站在女人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的社交新零售 全部都是围绕女性经济来的 农业社会 靠体力 男性肯定占主导 工业社会 机器还是要靠一定的体力 互联网社会 靠信息 靠分享 靠共情和共鸣 靠沟通 女性的能力还往往高于男性 所以女性收入的崛起 女性地位的提升 这是个时代必然的趋势 因为我们在信息化社会 在互联网社会 洗茶怎么崛起的 全是靠美女 在社交媒体去分享 你买一杯茶 你拍个照 颜值 哇 发上去 全是一帮小姐姐带火的 男孩呢 他不怎么分享 所以大家理解就是 他经济 女性的这个他 还有这个银发经济 有一个公司 这个老板就看到了 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 做了一个产品 三年时间做到十个亿 叫足利件鞋子 就只针对老年人开发鞋子 这个鞋子可以按摩 活血化衣 让老年人穿得很舒服 就解决这么一个痛点 三年时间干掉十个亿 就针对这类人去 对吧 我当时我们家有个亲戚 我刷视频号 我看他点了一个赞 特别有意思 老了 不跟老公在一起 不带孙子 不和儿女 跟闺蜜一起去养老 哇十万点赞 那条视频 哇你看 终于女性开始崛起了 你知道吧 伺候了你一辈子男人 伺候了一辈子孩子 还要给你带孙子 不 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 什么时候开始 五十岁以后退休了 人生才真正开始 现在我问你 是不是很多阿姨 都是这么想的 你有好的服务给她吗 所以我说的 未来的社会结构 营发经济 女性经济 单身经济 这三个市场 会高度崛起 谈恋爱的人少了 结婚的人少了 养宠物的人就多了 很多人说宠物经济 还有机会吗 来我们看欧美国家 一百个家庭 养宠物的知数 和我们比 还有没有空间 时光穿梭机理论吗 你去判断 这就是方法论吗 在哪些品类有机会 原来是宠物食品 后来是宠物用品 现在还变成了 宠物保健品 现在还有宠物的服务业 知道什么叫 宠物服务业吗 去年有一个生意非常火 十一期间 叫宠物寄养 宠物寄养 不就宠物服务业吗 你们在北上广深工作 你们回到家 没办法把宠物带回去 那就寄养在那 一个单间多少钱 双间多少钱 集体宿舍多少钱 夹课又多少钱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给宠物夹课 给你们家狗狗上课 一个月有七八千 一个月寄养在那里 七八千 各位 我上次回成都 我有一个朋友 我说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 好久没见了 他说我今天没时间 我说你去干嘛 他说我接我们宝贝放学 我说你好像没有生肖 他说我们家宝贝 说我们家狗 我说你们家狗还上学 他说对呀 给他报了个课 每次到他们家去 他都跟他们家狗说 来 喊张老师 我说我不跟狗做朋友 来 我告诉你 到底是哪几类人在养宠物 单身经济背后是宠物经济 宠物经济背后是陪伴经济 和疗愈经济 所以第一是 银发一族在养宠物 第二是年轻人在养宠物 这两个群 所以宠物经济背后是单身经济 是陪伴经济 是疗愈经济 所以我们在北上广 父母变成了空巢老人 这一部分人需要养宠物 陪伴经济 还有呢 现在的年轻人 对谈恋爱 结婚 没有那么感兴趣 对养宠物他们挺感兴趣 我的这个经纪人很有钱 超级有钱 几个大IP都在他手上 他今年告诉我 他说他要养十条狗 我说你有房子养十条狗吗 他说我租过房子 我说你有时间照顾狗吗 你工作那么忙 他说我请阿姨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舍得 在宠物上花钱 就不在男人上花钱呢 我经纪人是女性 他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在狗狗的世界 主人是他的唯一 男人做不到 我竟无言以对 你知道吗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 这是社会发展的 一些结构的变化 对不对